大家好 今天是2月5日 星期五 今天大家應該 每天都會很興奮 如果 你們抽到快手的話 快手的股價 大家都知道 升得很誇張 我相信大家都 很有興趣知道 究竟快手的 部署策略 雖然今天已經過了 但是我相信 這個升幅上去看 有些朋友都未顧貨 今天的時間 我想大家 或者我自己 都不停看著快手 利益申報 我是沒有抽過 這陣子都沒有抽過新股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本身都不太熱衷於 這些新股的活動 但是一邊看著 可能身邊的朋友 同事 每個人都會問 那怎樣部署法呢 還有貨的 走不走 是不是要追 今早做 為了追不追這個問題 我剛剛做節目的時間 其實都有一點點火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 當一日股份 升幅 去到這麼高 這麼多的時間 是否應該要想一想 究竟 它升這麼多 是值不值這些 的價值呢 就是這樣 我的朋友都不斷問我 是否要追貨 其實我覺得是 沒有人 我都回答了他們 就是 如果 你覺得 300元 你看到400元的話 那你可以 購買三成幾 對吧 那你如果覺得 三成幾 這個帳幅 你覺得是OK的 你覺得可以見400元的話 你便買 但是同一時間 你便可能 訂回一成左右 做個指示位 當你300元買的 那你又看270元這個水平 但是我覺得 說這些 都不是很實質的 都好像很虛 甚至好像很吹水 那就是 那就是下午的時間 那 因為下午的時候 我都自己 都是上網 可能不斷找很多 資料看 當中拿一些 reference 因為這篇文章 挺有趣的 詳情 不說那麼多 但是呢 我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純粹以自己的想法 去覺得 看一隻 快手 值不值這些價 其實你說 會不會再升呢 先說會不會再升 不奇怪的 你這麼多指數 之後 進入這隻快手 你之後 進入更多指數的成分 裡面的話 可能有些 叫做 被動式的買本 去追貨 都不奇怪的 但是我純粹想說 大家自己去覺得 那些公司 是值不值這個價 是這麼簡單 那 大家自己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 那些文章裡面 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的快手 那個市值 是 萬幾億 那萬幾億是個什麼 概念呢 就是說 本身那個市值 是內地 茅台的三分之一 也是阿里巴巴的市值的五分之一 騰訊的六分之一 又或者呢 是小米加網易的總和 即是一間快手 就等於網易加這個小米了 那而且 也可以說 它有一個價值 是全個A股 傳媒行業的總和 那這些數字 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網去再找一找 因為那篇文章很詳細 但是 就是這些情況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究竟 那些公司值不值這個 這個估值 是的 這樣 因為你問我買不買的話 就是 作為一個分析員 我真的不夠膽 或者 我覺得是不應該 叫大家去追貨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 現在這個水平 是匪夷所思的 高度 那所以 如果作為分析員 我不會建議大家這樣做 但是當然 我看到很多行家 有些都覺得是要追的 但是自然判斷了 因為這個是 風險和回報的一個問題 每個人都可以很不同的 這樣 那 也說回市場 市場今天就再升了上去 那也都是 那些筆水 今天都還繼續進入 不過那個量 跟昨天來說 都是 跟之前 比的話 少了一折 那下星期二開始 就沒有筆水 所以就變成 下星期一 多能活一些的資金 我想也是這樣 那一句 要不就會 沽貨 要不就真的 可能對市場 再加一些支持 就是多些貨 這樣 但是 在沒有筆水的期間 你問市場 會不會又很差呢 那 我會覺得 要不始終第一 有A AO還在賣 第二 大家也可能預計 在隔年之後的時間 筆水都會再下來買貨 所以價錢 也未必會太過差 因為你太過低的時間 你自自然然 可能一些不水 會買多了 大家又會覺得 好像沽草了 那樣 所以我覺得市場 未必會太過差 那 所以 預計 這一段的時間 可能市場 都是 籃籃籃籃 可能沒有什麼 比較明確的方向 但是 在範圍上走 一大升 好像會有些難度 但是 又未至於 可能會有些 比較大的下跌 而且 今個星期 見到 28,800 這些位置 都有個不錯的支持 所以 變成市場 也是籃籃籃籃籃籃籃 但是 個別的股份 也可以說 是挺 挺 特別的 今個星期的時間 或者說今天 升得最理想的一批股份 是 豪賭股 豪賭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有些消息 第一 是因為 永利澳門 出了業績之後 管理層 就覺得 現在 好像在黑暗的盡頭 開始見到儲光 也意味著 覺得 業務的表現 慢慢會改善 第二 就是因為 澳門那邊 有些疫苗 現在運了過去 開始 幫民眾打 是這兩個消息 令到他們的股價 今天抽成了上去 但是 能不能這樣升 先說回疫苗的狀況 疫苗 你說打 是好事 但是 我會這樣看 其實現在澳門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疫情的變化 都不太差 澳門的疫情狀況 比我們香港這一邊 好很多 都沒有什麼確診數字 但是為什麼 都是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 澳門是一個叫外向型的經濟 即是很靠 可能靠一些遊客 賭收數字 這些 但是當你現在全球 都根本上 仍然面對疫情的影響之下 自然 自然 賭收數字 都一定會少 事實上 你說一月份的數 其實對於我來說 比我想像中的好 但是 你說 在打後的時間 除非疫情 真的要過一段 可能那些關口 開始開 那些人可以回島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賭收數字 我不覺得特別好 而且 第二件事 大家可能會充滿 新年當期 即是新年了 可能有機會 人類又會痊癒 甚至乎 你說 酒店那些 訂購的數目 好像不錯 聽一些巨導消息 這些事情 但是我會想 明明內地 大家都知道 去澳門的旅客 最主要的可能是內地人 對不對 但是內地 現在都在說 那些人是園區消費 也不鼓勵你們 那些人到處去的了 所以 你說是不是很多人 會去澳門那裡 今年 也都這樣說 基數的問題 上年的時間 內地已經是二、三月份的時候 是最嚴峻的時間 所以 如果基數效應的話 上年是最差的時間 那你今年怎麼同比的話 都一定會有很大的增長 但是 意義不是很大 因為都是差的 所以 我會覺得 大家對於豪島的看法 那些答案都是 過分地樂觀 我反而現在覺得 他們看幾時轉態 是因為 其實有些行 其實某程度上 今次很多行的看法 和之前比 已經沒有這麼樂觀 你看到很多行 都對於今次 澳門的人流 可能說 新年時間 會不會很多人 去澳門那裡 特別是內地人 他們都覺得 那個看法 比較忠性 不是一面對我們樂觀 但他們的股價很多 已經是去到一兩年的新高 好像銀月那些 兩年的新高 即是 你完全是覺得 是幾年以外 所以 雖然 我認同的是 那個叫做 最壞的時間 可能過去了 但他們的股價 幾乎 基本上是沒有調整過 所以 其實現在的現價 已經是充分地反映了 這些利好的因素 所以 這個板塊 我只可以說 我也可以維持反映之前的看法 我不建議大家買的 我也不覺得 它是一個好的 除了這個板塊之外 有一隻股份 我看到有朋友留言 就是哪一隻呢 想看一隻 那隻叫做 加里麥樓 加里麥樓也是厲害的 636 大家可能未必太認識 這間公司 但如果有看這段影片內的朋友 應該說的是 我想都是很多年之前 其實這間公司 我之前 是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是甚麼公司 或者是 甚麼一回事 加里麥樓 其實 如果你是本地理解 它是一間 很全面的公司 這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要回去做甚麼 例如說 有些公司 可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 可能是賣巧克力 當作是巧克力 它的做法就是 類似說 它會幫那些公司 做包裝 即巧克力 可能是一箱箱運來的 可能是一個貨櫃裡 有很多巧克力 然後 它會幫它 入箱 可能是進入紙箱 裡面 紙盒裡面 然後再幫你送貨 可能還有很多 幫你倉儲物 或者幫你做這件事 所以它做的事情 不是那麼簡單 純粹是送貨的 其實這個版塊 如果你看到很複雜的話 都可以 即是用貨櫃的 其實你可以玩得很複雜 而紙盒樓本身 在這一行裡面 是厲害的 這是真的 那 曾幾何時 應該說是 很多年之前 那時候我都曾經買過 但是 還是悶走了 因為去蓋 我想這幾年的時間 股價其實也是很悶的 即是橫行 業績表現 比較一般般 也不可以說差 但是也不記得是好 所以 後來就離開了 但是現在 這一轉 它升得這麼好 也是跟一些疫情有關係 大家可能之前 炒了 就是說 有些可能問書 疫苗那些 可能有些難懂鬼 我想 加利物流應該有這些設施 而且 昨天的時間 它的股價 是爆升了上去 昨天升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今早早就知道了 因為今早早就有消息 即是說 停了牌 加利和83 都停了牌 應該是說 沒有公司私有法拒 同一時間 內地的順豐 亦都停了牌 就說 會入股一間公司 可能拿去的少數股權 整件事都很明顯 就是說 都是關於順豐入股市 這樣 那股價有沒有升呢 當然 都要很視乎 就是說 今次的加利物流 加利 加利 出了什麼價 去私有法加利物流 因為 去看股價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升得很急 很明顯 有衝光鴨 一定有衝光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句就答不了 但是問題是說 看看它究竟有什麼價 私有法 這是不清楚的 但是 有課的朋友也恭喜你 至少這段時間 它的彈幅也挺厲害的 但當然 你的高追 就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 看看它有什麼價 再判斷這個做法 這樣 最後一隻 就是 8083 那隻 叫我 有讚 這隻 我之前都說看好它的 但是 這一類的SARS股 這一陣子都回到不少 其實今天的時間 雖然市場好像也不是很差 但很多股份 表現到是不理想的 你看到有讚 甚至乎 車股這一陣子 表現到是很差的 但是有讚 就是SARS概念 這隻 我也覺得 在SARS概念 最好這一隻 所以我也會 我會 我會覺得 待會 先 因為難得地 它的股價 又真的回到不少 而且 而且 市場好像 開始 波動性 開始 比較大 這些股份 我覺得 又不需要這麼快去買 所以 我會 暫時 等一下 我也是 那一腳 我想買 但是等一下 也不急 提醒大家 因為 其實 就算抽新股 也好 都真的要開始留意一下 新股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這段時間 那隻新股 背看醫療 招呼反應 也是理想的 車股影響 也是厲害的 但是 似乎 股價的表現 就好像 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 如果大家 如果說抽新股的話 我想 都要開始自己 看看情況 因為 當然 快手之前 就很厲害 但是 這隻 是萬眾 足目的股份 而且雜資價 也不太小 所以 他又去一些賣點 但當然 剛剛提及到 他的股價 才太誇張了 現在這一隻 就似乎 表現 令大家有多失望 但是 無論如何 抽新股的東西 大家都是 量力而為 好了 那今天就說了那麼多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